你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就是稍微認識一下他有哪些工具 這樣你以後在做的時候你就比較知道 遇到這個我大概用什麼工具去畫比較快 好你看像這裡有一個完成的 那這個還沒有完成的 我們兩個可以一起打開 你按右鍵可以直接打開吧 Vetraiser 當然你要從那邊拖進來也可以啦 跟我們之前的做法是一樣的 這兩個只差在一個地方就是一個有外框嘛 對不對 還有哪裡不一樣 裡面有這個雷達的這個有沒有 跟那個原點的 這樣而已 所以這邊這個主要是讓各位認識一下這個工具 你要畫這個該不會想要 一個圈一個圈慢慢畫吧 他裡面有比較快的工具可以做 比較快工具可以做那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沒關係啦第一次 第一次總是會比較 不習慣一點 那你看我們這裡有沒有最右邊有個叫雷達的這個 放射狀 我們就是用這個 可是你這樣一拉的時候 假設你沒有特別指定 一拉 你如果按住shift 是不是等 等比例 就正圓嗎 就正圓 好一放開 那我現在 是不是只有 只有外面的線而已 只有外面線 好 那你要拿進去要怎麼拿進去 你如果是這樣 你用移動工具可以移動嘛 拉到這邊來 可是這樣看起來就覺得 跟那個角度 透視角度不太像 所以 我們在 Photoshop 裡面有沒有用過一些變形的工具 有對不對 你看這裡面 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傾斜 我們 Photoshop 是沒有特別講傾斜啦 但是這裡面也有 傾斜的話就是變成什麼 本來是矩形變成梯形 這樣子 這樣子 或者這樣子 所以你在這邊 你看喔 我現在用這個工具的喔 稍微把它拉一下 有沒有變傾斜 這樣OK嗎 這樣你是不是就有一個那個角度在上面了 好那至於圓的話 這就不用講啦 圓的話很簡單喔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做過 所以我們這邊等於多認識一個工具 就是它的變形工具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圓圓的而已 那問題是這個圓有沒有外框 嘿所以你先 先幾個基本工具 我不要外框點到它 按這個叉叉 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 要換個顏色 就從這邊來選也可以 好選好了之後你再自己畫上去 你可以直接用點的或直接用駝翼的 這樣沒問題了齁 好來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 這個我們剛剛沒有用過那個工具 螺旋狀的啊 其實就一樣的齁 那所以這個我就不做了齁 你有空的話要拿來吃棒棒糖 直接拿出來畫一下 齁 好 那我們來看 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是什麼齁 你也可以這樣開檔案齁就丟著拉進來 一個前提你就把它當作檔案總管啦 我就把它當作檔案總管一樣 好 再來講有些字型它找不到嘛 一樣齁我們就直接開就好了 你想要做一個 它這個是做一個月曆有沒有 只是因為字型沒有所以它跑掉了 最後你要畫格子 畫格子其實你用 矩形然後再去畫線可不可以做 也可以做啊 只是是不是很麻煩 所以說像這種動作我們就找 它有現成的有沒有 畫表格的 這樣比較快 這樣比較快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這樣是幾個 1234567嘛 然後高1234 12345 5個 7乘 7乘5的 所以你在這邊 你就直接 先把顏色是不是先設好 顏色先要 點下去 這個你就不用拖曳為什麼 因為你要設邊嘛 所以你是不是要在裡面去設定 就點一下就好了 然後呢 你的寬度高度 先 不用設沒關係 我們先來設那個什麼 水平的 水平幾個 5個嘛 垂直的是不是7個 5735 那確定 是不是就進來了 如果不夠大 你可以用什麼 你可以來這邊 你用選取工具一點 他有沒有發現 外面的 8個點都亮起來了 這個就跟Photoshop一樣的 按住 就可以縮棒 這樣OK嗎 這個不難啦 這個只是說 給你看一下有這樣的工具可以去應用 像在做這種類似月曆啊什麼就比較方便 不用說這樣一個一個去做 蛤 數量幾個 現在是幾個 12345678 變8個 等一下 等一下 2468 我剛剛是用8個嗎 我是7個不是嗎 好來 畫面還給我看一下 來 我們剛剛是 那個是算分隔線 那我們來看 你在這邊 如果你這樣一拉對不對 如果你上下的 你會發現那個格子 在水平的 再增加 如果是 下面的 左右的 有沒有 這樣OK嗎 所以你還是可以搭配這個快速鍵 還是可以搭配 那這樣再選也是OK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有關塗層的部分 你看一下這裡面 是不是還有一個這個 對不對 也有一個這個 那你 你打開之後呢 看看 這是已經完成了 你看一下 你右手邊 他會有個面板 就是塗層的 我把它稍微拉開一點 好 你看這個 點開 裡面是不是也有很多 很多層 了解意思嗎 跟Forschel這個 有點像Forschel那資料夾那種感覺 可是他把這個稱作什麼 塗層 對 那個資料夾他把它稱作塗層 所以你看我如果新增塗層 是不是用這個 對不對 點一個 新增塗層 如果在塗層之下的 紫 紫塗層 有沒有不一樣 我們在Forschel這個是當作資料夾 這個右手邊是不是當作資料夾來用 左手邊這個是當作 塗層嘛 這樣了解意思 這他有一點點差距 有一點差距 所以說 你可能 奇怪一下就OK了 那 他裡面甚至 塗層裡面還有 我這一層 你看這一層裡面 還有紫塗層 是不是可以一直往下走 這個就跟Forschel是不一樣的地方 不太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習慣一下 他把這個稱作塗層 這個稱作紫塗層 好 那 一樣 你要丟到垃圾桶就這樣丟 調整順序也是一樣 這就沒有什麼 差別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你有這樣的東西 這裡 現在是已經幫你準備一個 你看要畫這個 是不是要有好幾個組合起來 對不對 你看畫一個這樣的箭頭有沒有 要好幾個組合起來 所以說你可以用 就他 其實你一般新增一個塗層之後 他就自動加在裡面了 就加在裡面 好 如果你要畫剛剛那個 這個 是不是有這樣圓圓圓 對不對 那你可以來畫看看 好 這 圓 我們會用的 圓 那不用筆畫 所以我點到筆畫把它刪掉 點到這個顏色 我們來設一下 他的顏色 裡面那個 是 比較深的 好 你畫看看 那放大一下 你可以用這個放大 OK 那 畫下去 反正你可以先畫一個橢圓嗎 或者你全部畫在 再用傾斜也可以 比如說你看 平常我們在做蛋 通常我會全部畫在做傾斜 比較方便 我現在畫一個圓 可不可以用複製的 可以啊 因為反正都一樣 所以我們把拷貝 然後呢 貼 貼到上一層 應該是 下一層 等一下 我們貼到下一層好了 好 有沒有多一個 現在兩個對不對 這裡 現在右手邊是不是兩個 對不對 好 好 然後呢 裡面那一層 是要放大 把它放大一點 可是你這邊在放大的時候 如果你是這樣拉 是不是只有拉一邊 你記不記得我們在Photoshop有一個 從中心點放大 應該是說從中心點去選 我們用的是選取工具啊 那這邊也是一樣 如果你要從中心點放大怎麼辦 按住那個Alt鍵 有沒有發現從中心點放大 放大縮小一樣 可以用這種 快速鍵 那如果你要等比例是不是按住Shift 按住Shift 他就等比例縮放 這樣拉開 那這個顏色我再把它改掉 這樣是不是兩層了 OK嗎 所以你可以先用這樣方式 但後面會有比較快的方法 只是說你現在先練習一個基本的 來畫面還給你 如果你想要用Photoshop的方法 我點到這個對不對 按著往下 是不是丟到這邊 這樣是不是又多一層 不過你注意一下 因為你現在是這樣子 所以說 它增加了之後是不是在它之上 你要 在這邊你要怎麼知道你在編輯哪一個 請你看這個地方 有沒有發現後面有一個這個東西 這表示你正在作用的那個圖層 這樣了解了 你正在作用就是後面它會有一個點 點在那邊 好所以說 如果是這樣 因為它預設複製的話 它就會在你 那一層之上 好在你那一層之上 所以如果要點 下面 你點到這邊也可以 點到這邊 點這樣 有沒有 點後面這裡 它會掉下來 那現在這個我就換個顏色囉 好 一樣 Alt按著 Shift按著 拉開 但是就有第2個 第3個 那 如果你要這樣也是一樣的方法 再上去 或者你直接把它掉下來也可以 調整順序沒有問題 對不對 跟Photoshop一樣的 我們就講的比較快一點 好 好 好了 那 接下來這個 你看一下這個地方 它是不是稍微有 下面還有加一個對不對 這裡還有一個嘛 還有一個 它只是把它 看起來比較像什麼 像立體的那種感覺而已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加一個 沒有關係 我這邊先不加好了 先不加我們先來看 我現在這樣做好了是不是正圓的 可是我現在把它變成一個點扁扁的 那怎麼辦 一次全部選起來 這樣有沒有全部選起來有沒有 因為我用什麼 用這個工具 挑選工具 選取工具 從外面拖進來 只要它框到就被選到 Photoshop 就沒有這樣 Photoshop主要針對 某一個圖層嘛 那你選好之後 我們剛剛不是也有變形嗎 這裡不是有變形的工具嗎 對不對 你還是可以用傾斜的 還是可以用傾斜 或者你要用這個也可以 你 傾斜的 一寫 有沒有變歪的 OK啦 它是可以一起作用的 可以一起作用的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你 我們這邊休息一下 假設你這邊OK的 那 你已經轉好 其實你要產生那個 立體的感覺 事實上 你只要再複製這一個就好了 對不對 改一個顏色 這個 我把它丟下來 假設你要編輯它 你就按著往下丟嘛 反正我們複製之後 它會再上層 會再上一層 按著往下丟 好 那這一層 你可以用方向鍵把它往下移動 用方向鍵把它往下移動 再換個顏色 既然是陰影通常是比較深一點點 有沒有 我們用以達吹的其實很多 你會用什麼 用模擬的 模擬3D 立體的那種效果 看起來有感覺就可以了 那是你自己想像的 因為跟你的經驗有關係嘛 看起來 陰影就會覺得這樣 比較深一點點 所以你就自動會 覺得說好像有一點點立體的感覺 這樣OK嗎 類似像這樣 至於要不要加外框 那個我就先不做了 就先不做 那我們看 這支 劍還在右手邊 幾家 在這裡 你要旋轉 這邊我們剛好用到旋轉工具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旋轉工具 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鏡射的 你旋轉工具 其實你只要按著一拉 是不是就OK了 好 這樣是一個方法 來我把它移上來一點 這裡 你看你點的位置 你看到點在裡面 有沒有 這裡 它的旋轉重心點 是不是在這邊 好 那如果說你去 我把這個放大一點 你看一下 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 比較綠色的 有看到嗎 這裡 有沒有一個綠色的十字點 這裡 這個就是它旋轉的中心點 這個是可以移動的 這是可以移動的 因為預設我們物件 中心點都在正中間 那如果你比較特別 比如說我要轉的是 以這個地方 為中心點 對不對 這個點就可以把它移來這裡 那待會再轉的時候就會 就是以那邊 來 我們現在移動這個綠色的點 拉過來這裡 好你再來看看 我在轉的時候有沒有不一樣 這樣了解 原則上一個物件 都是在中心點 都是在中心點 那 我現在是不是要產生好幾個 你當然可以用複製的方法 可以用複製的方法 那 也可以怎麼樣 你看按著它的時候 你按住哪一個鍵 等一下 取消 Alt鍵 你要做Alt鍵 它下面是不是有一個叫拷貝 你可以看你要旋轉幾度 因為我現在是做一個旋轉嘛 對不對 旋轉而已 那你可以看 比如說有30度 做一個你可以 先預示一下 等一下 30度 變成上面去 我要下面的話就負的 好 拷貝 這邊這樣就多一個了 這樣OK嗎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但你用複製之後再旋轉也是可以 都一樣 那現在它會被它們擋住嘛 所以你把這一層 這個群組 這兩個群組 選起來 移到上面去是不是OK的 可以喔 因為我們剛剛畫 它預設就是畫在上面 或者你要直接用我們剛剛那種方式 我用複製塗層 也可以 只是這邊我們順便跟各位介紹一下這種旋轉的工具 記得它是有一個中心點 有一個中心點 那我畫面還給你試看看